近日,中国电影基金会电影表演艺术专项基金发起的池源上海特别行动,黄轩、万倩、杨子、文奇四位青年演员纷纷响应,一起齐心抗议,共同守护,感谢黄轩、万倩、杨子、文奇将老无老,以及人之老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上,让老人们在疫情期间也能够感受到温暖。 演员们用实际行动传递出来的正能量也感染了粉丝们,纷纷在留言区为上海祈福加油,共同期盼疫情早日结束,说起这次参与捐赠的几位电影人都在长期坚持默默支持公益事业,黄轩在武汉、蓝州疫情、郑州暴雨水灾中都积极捐款捐物,他一直坚守正义传播善意,源源不断输出正能量,用粉丝的话来说,他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美好,也让我们心底的善和爱。 被唤醒被激活,回馈给社会更多正能量,用自己的行动,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。 万倩和杨子是低调做公益的代表,万倩默默做了很多公益,从不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,不管是此前每年捐赠物资给春辉博爱的孩子们,还是全额资助寻找首艺导演拍摄,或是最近捐款支持孤独症专项运作,都是受助者和平台主动发声,才让人们知道了万倩的善举。 据了解,中国电影基金会电影表演艺术专项基金,是中国电影基金会,为扶持电影表演艺术事业发展,而专门设立的一支公益性基金,据采访电影表演艺术专项基金总负责人田华女士。 此次行动一经开启,就立即受到了张批敏理事长,严晓明副理事长的迅速批复与支持,并强调一定要把捐助落到实处,实实在在的未有需要的人,捐赠他们所需要的物资。 青年电影演员黄轩、万倩、杨子、文琦,第一时间做出了积极响应,用实际行动驰援上海,这也反映出青年演员对社会的责任担当。